哈喽大家好,我是启聪 今天我想继续讲一下关于教育的课题 那天我说上个课题是应试教育 数字教育 我说到应试教育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应试教育 有些人是天生对于文字教育 感觉到枯燥乏味 没有办法去focus 然后就没有办法在应试教育的制度底下 生存很多种人 这个课题很大 我尽量把它缩小浓缩 然后我想说应试教育 以前我听过一个笑话 一个比喻就是说 什么叫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就是你在森林里面 你把全部的动物叫过来 有大乡,有老虎,有狮子,有猴子 什么都有 今天我给你们一个考试题目 爬树 爬了上树就几个,爬不上树就全部不几个 这就是应试教育 所以到最后只有会爬树的人才可以几个 不会爬树的人不是讲他们没有用 可是他们就这样不及格了 应试教育的比喻就是这样 也是蛮贴切一下的 关于应试教育 虽然说他的确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应试教育 可是至少我说过了 它是一个公平的平台 它可以让来自不同家境的人 在一个公平的平台上公平竞争 竞争这个社会的教育资源 只有这个方法 不然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当然关于这个东西以后 我会用其他课题来再讲一下 我再讲回应试教育 我现在想探讨一下 我们马来西亚的教育制度 尤其是我们华社最关心的华小 到底发生了什么问题 到底有着什么问题 我个人是认为 我们现在我们的华小的教育制度 是蛮奇怪的 大家对华小的教育制度 最刻板的印象是什么 就是非常的压力 竞争非常的强 有补不完的系 考不完的试 买不完的参考书 然后每天就是在整排名 每天学生在忙来忙去 都不知道在忙什么 大家对华小的既定印象是这样 我更加系统性的来讲一下 现在我认为我看到的华小的问题 我现在看到的华小的问题就是 我马来西亚的华小 是跟其他国家不能够相提并论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华小 一开始就要学三种语文 马来文 华文 英文 试问一下其他国家 有学这么多种语文的吗 最多也是两种 你讲中国台湾最多也是 学一个华语再讲多一个英文 你要学三种语文的话 应该是我看只有马来西亚有 可能其他国家有 不过总的来说应该是不多 你们可想而止 我们的小学生 他们要学三种语文 都已经是非常的traffic jam了 你还要再去加一些叮叮咚咚的东西 包括什么 以前我小学的时候 我游边上只有六科 所谓六科其实也是只有四科 因为华文要分离解跟作文 马来文要分离解跟作文 其实只有四科 就是三个语文科再加一个数学 可是现在呢 后来就听说又再加了什么 科学 然后又加了什么地方研究 然后又不知道有没有历史 历史好像跟地方研究一起 然后我以前那个年代 还有什么生活技能啊 商业数学啊 一大堆哔哩巴拉的很好笑的东西啦 我个人是觉得完全不需要 我个人的建议啦 我认为是完全不需要 你小学生的时间是有限的 他们的脑袋也是有限的 你要跟他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装这样多东西 我觉得是不切逻辑的 当然聪明的孩子很快就能上手 可是一般的孩子 跟后面的孩子 跟后面的孩子 不大优秀的孩子 就怎么样 落后了 OK 我是认为啦 如果你给我制定这个交易制度的话呢 我会认为 滑小生 小学生啊 适用于所有小学生啊 整个小学教育呢 我认为 只需要 注重 山语 还有那个数学 就够了 啊 就是把一大堆的 科学 地方研究 啊 生活技能 甚至是音乐 啊 美术你或许可以留下啦 啊 那些 一些都不大相干的 科全部都去掉 然后专注在山语 这山语就是马来文 英文 华文 还有数学 这山语 然后把这个时间呢 分配多一点 给这山语再加数学 它有个好处 就是 让他们有更多时间 focus在这些东西上 尤其是马来文 关于马来文的东西 我 之后我还会再详细的说 那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OK 可是 说到这里 因为我是认为啦 小学生啊 是没有必要去学 什么科学 地方研究 那些的 啊 不讲没有必要学 是没有必要深入的学 因为 你觉得小学生 学那些东西 有什么意义呢 啊 虽然你很憧憬 那些 外国的国家 哇 小学生已经会做小型的火箭 之类的 是不是 是 可是在马来西亚 试用吗 大家想一下 大家站在地上 不要站在天上 站在地上 想一下这个问题 试用吗 啊 如果你是以西生调 你学山语 再加数学的时间 来学这些啊 半桶水的所谓的科学地理 有意义吗 值得吗 啊 我是觉得不大值得的 啊 我是觉得 还是专注在山语跟数学 啊 至于 科学地方研究这些 你上到了中学 你自然有 科学 地理 历史 慢慢给你学 啊 到时候你上了中医 才来学这些东西 不迟的 那时候你才多少 13 14 15 你又不是赶着要去做工 啊 那时候才学 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啊 ok 我们就讲回 刚才我想的就是 其实你小学 你也不可能讲 完全不知道这些东西 啊 你可以把这些东西 全部浓缩成一颗 而且占据的时间 不用太长 一个礼拜一节 或者两节就够了 我还记得以前我小学的时候啊 有一个科目啊 其实是蛮有趣的 叫做人文与环境 现在的90后跟90后 不知道我在讲什么吧 80后的人还知道了 人文与环境这一颗 是蛮有创意的一颗 这一颗它就是集合了所有的 科学 地理 历史 全部放在一个科目 叫做人文与环境 啊 我觉得蛮蛮好的 因为它的内容是蛮丰富 而且内容也紧凑 不会浪费时间 不会拖沓 啊 我觉得应该恢复这个制度 当做是额外的知识 你不 你不需要把它很深入的研究 那个这方面的知识 你只当做是一个很入门的介绍 就好了 啊 有什么问题 没有问题的吗 OK 所以我个人是主张恢复这个人文与环境 啊 然后取消掉其他一大堆没有关系的东西 包括科学 地方研究 啊 什么都好了 啊 OK 然后 我就要说到就是 啊 关于这个地方研究 嗯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所以我个人是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为止了 接下来我还有一个很长的东西 是关于马来文的 我时间已经到了 我会在下一篇再说了 OK 先去跟大家分享到此为止了 谢谢大家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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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